这一节我们讲第三节,第七章的第三节,文件系统的安装与卸载 在块设备上呢,按一定格式建立起来的文件系统 在引导的时候,或者是刚建立的时候呢,设备上的文件和节点呢,都还是不可以访问的 也就是说呢,还不能够按一定的路径名来访问它当中特定的节点或者说是文件 只有把它安装到计算机系统的文件系统当中的某个节点上的时候呢 才能使这个设备上的文件或者节点呢,成为可访问的 经过安装以后呢,设备上的文件系统 就可以成为整个文件系统的一个部分 最初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可以说呢,在系统刚刚引导的时候呢 整个系统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就是这个整个文件系统的这个根节点 根节点呢,是位于 内存当中的,而不在任何的具体的设备上 系统在初始化的时候呢,把一个根设备 安装到根节点上 这个设备上的文件系统呢 就成了整个系统当中的原始的 基本的文件系统 超级用户呢 可以通过这个Mount呢,把其他的这个子系统呢 安装到已经存在于文件系统当中的这个空闲的节点上 使整个文件系统呢,可以扩展 当不再需要的 时候呢,可以把它呢,卸载掉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U Mount 把已经安装的设备呢,给它卸载下来 系统调用这个Mount呢,把一个可以访问的块设备 安装到一个可访问的节点上 这个可访问呢,是指这个节点或者是文件呢 已经存在于已经安装的文件系统当中 可以通过路径名访问 Linux呢,把设备呢,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件 并且呢,在文件系统当中 有一个代表着具体设备的节点 成为设备文件 通常呢,都是在这个DV目录下 每个设备文件呢,其实呢,它只是一个索引节点 节点当中提供了这个设备的主设备号 还有从设备号 这个主设备号呢,指明了这个设备的类型 指明这个设备类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它采用的是哪一种的驱动程序 对于同一个物理设备呢 如果有几组不同的驱动程序 那么在逻辑上呢,对设备呢,不同的设备 而在文件系统当中呢,有不同的设备文件 次设备号呢,那就说明了 这个设备呢,是这种设备当中的第几个 所以呢,只要找到代表着这个设备的索引节点 它就知道呢,怎样读写这个设备 设备之所以要安装呢,是因为在安装之前呢 它虽然是可以访问的 但是呢,它只是作为一个线性的 没有结构的字节流来访问的 这时候把它叫做原始设备 那这个原始设备上这时候没有被安装的时候呢 它的文件系统呢,是不可以访问的 只有经过安装以后呢 设备上的这个文件系统呢 才可以被我们访问 把设备安装到一个目录节点 这个过程呢,叫做挂载或者安装 它的实质呢,就是把设备的目录像呢 与这个目录节点的这个目录像呢 在内存当中呢,进行对接 安装文件系统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VFS mount作为连接键 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 Struct VFS mount 我们可以先看其中的两个指针 Struct D entry MNT mount point 还有一个就是下面这个MNT root 这个指针MNT mount point呢 指向这个安装点的目录像结构 而这个MNT root呢 它指向所安装设备 这个被安装设备 就是将用安装的这个设备上的 跟目录的目录像结构 通过这二者建立一个桥梁 就可以访问新安装的设备上的这个文件系统 下面这个MNT sb呢 指向所安装设备的这个超级块的 数据结构 而这个MNT parent 指向安装点所在的这个设备 当初安装时的这个 VFS MNT结构 也就是上一层的这个VFS MNT这个数据结构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在根设备上的 那就不存在上一层的这个结构 这个指针呢 指向这个结构的自身 我们看还有这个MNT child和MNT month 两个这个对列的头 list head 只要这个上一层的这个VFS MNT数据结构存在 就通过这个MNT child 连入上一层的这个VFS MNT结构的这个 MNT month这个对列当中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种设备安装的这个数据结构 从一个VFS month结构的这个MNT month 这个对列开始呢 可以找到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安装到这个设备上的 这个其他设备 系统当中呢 还有一个总的这个VFS MNT对列 那么这个MNT list 就连入到这个系统当中这个总的对列当中 所有已经安装设备的这个VFS MNT结构呢 都是通过这个MNT list 连入到这个总对列当中 这个呢 就是对这个结构当中 主要成员的一些介绍 接着我们看第179页 这个结构 Struct File System Map Type 它这个结构的含义呢 正如它名称一样 代表的是文件系统的类型 也就是说呢 系统当中 每一种文件系统呢 都有一个File System Type的结构 这个内幕呢 就指向这种文件系统的类型 说明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件系统 File X呢 指明了具体文件系统的一些特性 而这个函数指针 GET SB呢 通过这个GET SB来读入 这个文件系统的 它的超级块 因为不同的文件系统 超级块是不同的 所以呢 通过这个GET SB呢 指向具体文件系统的 这个相应的函数 这个Struct Module呢 指明了这个模块 我们呢 可以通过可加载模块的方式呢 来加载文件系统 这个Next呢 形成一个链表 接着呢 我们就看这个 Mount的这个 系统定用的实现 Sys Mount 文件系统的这个挂载的过程 我们看第11行的Copy Mount Options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 参数当中的Type 读入到内核当中的这个 Type Page当中 就是从用户空间 就是从用户空间 读入到系统空间 那么第15行的这个GET NAME 第20行的Copy Mount Options 第24行的这个Copy Mount Options 把用户空间的内容呢 读入到我们的这个 系统空间的系统空间当中 读入到系统空间之后呢 我们看通过第29行的这个Due Mount 来进行实际的安装的操作 而我们这个Copy Mount的主要呢 主要的核心内容呢 就是第29行的这个Due Mount 那么我们翻过来 看180页这个Due Mount的实现方式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Due Mount 对这个参数呢 进行检验 我们看对这个DNAME 第55行 对这个安装节点的名字呢 要求这个DNAME不为0 并且呢 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呢 也是不能为0的 也就是不能是空字符串 并且呢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不能超过一个音面 这个MEM C是R呢 它的功能呢 是在指定长度的缓冲区当中呢 寻找指定的字符 如果找不到呢 它就返回0 那么我们看这个长度呢 这Pitch Size 一样的大小 我们再看这个DVNAME DVNAME呢 如果它是非0的话 那么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呢 也是不能超过一个页面2的 然后下面从第61行开始 我们要根据这个 参数当中给定的这个Flags 具体的呢 具体的呢 来设置一下这个MNT Flags 这个标志 如果这个MS No SUID呢 被设置了 说明呢 我们要忽略啊 这个SUID和SGIDV 如果这个MS No DEV呢 说明呢 不允许访问设备上的特定的文件 如果是MS No EXEC呢 就不允许成绩执行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Flags标准呢 把这几个 刚才提的几个标准呢 去反 然后第七个行 这个是Path Lookup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找到对应的 它的这个I节点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下走 第七十四行呢 其实就是一个 是否可以执行这项操作的一个检查 接着我们到七十八行 如果这个标准 说明的是Remount MSRemount呢 说明原先呢 这个已经挂载过了 已经是安装过设备了 在这个 目录节点当中 Remount呢 我们也就是要改变它的这个 读写的 或者据说它的Mount方式 比如说从读变换到写 或者从写变换到读 如果是MSBound呢 我们呢 Do Lookup Back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要映射的是 回环设备的这样一个操作 安装操作 如果这个标志是MSMOO 说明呢 原先这个安加载工作呢 安装设备的安装工作 已经建立完成了 我们把原先的这个 安装的关系呢 给它移除 重新建立我们参数 给定的这个映射的关系 那么我们通常映射来讲呢 就是第86行所指出的这个 Do Add Mount Do Add Mount 这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 这时候呢 这个文件系统呢 还没有加载这个 这个子系统 也就是说呢 这个 可用的这个节点呢 还没有加载 这个新设备上的文件系统呢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Do Add Mount 来做这项工作 来加载这个文件系统 那么Do Add Mount 我们看 它的实现方式 这个Do Add Mount 首先做的就是 需要呢 检查 是不是具有 这个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所以呢 要通过第102行呢 进行检查 当前的进程呢 是否具有此项的授权 只有管理员的权限呢 我们才能可以 执行Mount的这个操作 第105行的这个 Do Kernel Mount 它所做的工作呢 就是建立一个 VFSM OUNT VFSM Mount 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并且呢 把我们要所有 安装的这个设备的 根节点的各项信息呢 放入到这个VFSM OUNT 当中 也就是具体的说呢 把这个根节点的目录像 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 放到这个VFSM OUNT 这个结构当中 建立了这个结构之后呢 在返回之后 我们要通过112行 这个Do Mount Point 以及Follow Down 如果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呢 在这个目录像当中 挂载这个设备了 那么我们就跟踪下去 一直跟踪到它这个 不再有设备安装的 这个某个设备的 根节点为止 这个Do Mount Point呢 它实际就是一个 List Empty的 这样一个检测 也就是说呢 它检测这个 目录像的这个VFS Mount DVFS Mount 这一项 如果是非空 的话呢 说明呢 已经加载设备了 它就跟踪 往下 Follow Down 然后我们翻过来看 182页 到第120行 最上面一行 那如果 在这个120行 这个F一页 就是成立的条件下 说明呢 现在这个 目录像呢 已经有设备了 那这时候呢 这个状态是盲状态 我们返回一个 出错的信息 否则呢 我们就是通过 124行的这个GraftTree 把这个ND所指向的 这个目录像 和MNT 所指向的 这个设备的目录像 也就是 交友安装的 这个设备呢 目录像呢 建立一个对接 在内存当中 就可以呢 挂载到整个 这个文件系统当中了 那么我们先看 这个Docant Command 首先134行呢 获得当前的文件系统的 类型 然后我们看 通过142行 分配一个这个VFSMNT 这样的一个结构 获得这样一个结构之后呢 我们通过145行的这个GATSB呢 获得这个 我们将要安装设备的 它的超级块 付给SB 接着呢 我们对这个MNT进行出纸化 这时候呢 我们把所有的 我们看 MNT的这个SB呢 是向我们这个 超级块 新安装设备的超级块 MNT叫这个Root MNT Point 都指向我们这个 新装设备 跟节点的这个目录像 Parent呢 也是指向我们MNT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进行对接 所以呢 它都指向的是自己 所以 这个Do CermMNT 所现在做的主要工作 就是 建立一个 VFSMNT 这样一个结构 结构当中 指明了 当中的成员指明了 这个新装设备的各种信息 那么新装设备的信息 已经有了 我们呢 下一步就要通过这个 Graft Tree 进行对接 我们看这个Graft Tree 是怎样实现对接的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看它的主要部分 它是通过这样 D508行的这个Attach MNT 建立对接 并且呢 把相应的这个 头呢 挂入到相应的对立当中 这个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 它前面呢 所做的也是一个 这常规的一些检查 这个我们就 我们建的比较多了 我们就不管它了 我们看主要部分 Attach MNT 那么Attach MNT呢 我们看是在前面实现的 看看它是怎样进行对接 在这里 在这里 Attach MNT 它首先呢 这个MNT的Parent MNT等于这个ND MNT 也就是说呢 它所挂载的这个 目录像的这个 MNT上 MNT等于ND下的这个 Directory Entry 它挂载点呢 指向这个 这个目录像 并且呢 把通过这个Hash 或者和这个Child 挂载到相应的这个 对立当中 这样呢 就实现了 两个目录像 在内存当中的对接 通过这两个目录像的对接呢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呢 就可以实现了 对这个所挂接设备的 文件系统的 这个访问的操作 那么 安装的过程 我们了解了 与安装相反的过程呢 就是卸载的过程 也就是U-MNT U-MNT的实践呢 在第183页 和184页 这个过程呢 除了一些检查之外呢 所做的主要操作呢 是跟这个MNT 所做的主要操作的一个相反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detach 也就是说呢 或者把这个和这个 list entry list delete 从这边上删除 以及呢 把这个两个这个目录像的 对接关系呢 删除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留给大家自己看 在掌握了这个安装过程之后呢 再看这个 卸载的过程呢 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关于第七章呢 在进阶片当中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在高级片当中呢 我们会 把在文件系统 以及这个 还有ext2 把这个 文件系统的 相关的一些高级的操作呢 还会进行讲解 好 这一章呢 就讲到这里